大家好,3月23日,星期六凌晨 要提醒大家,下星期有四日假期 星期五、六日一 香港四日都有假期,因为复活节 下星期还有一天的假期是4月4日清明节 下星期也有多少假期 大家要留意我们有没有节目调动 假期当然香港没事 美国刚刚复活节假是3月31日,星期日 我在网上看,美国没有特别补价 但下星期五是Good Friday的假期 所以下星期五,美股也是没事的 大家要留意 鑽石狗组合是213% 美银组合是101% 财务自由组合暂时是0% 我们只是买了3只股票 我们其他的资料,大家可以看回《迎光幕》 然后我们转到Patreon 然后谈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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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的Patreon有,你也可以加入 他5元美金过来就会帮你取消 就是用了这个,非常简单 大家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 星期六凌晨 香港23条已经正式实施了 香港人还要忍耐多几年 我以前预设过 香港人要忍耐多几年 不是说会转好 只不过是最差的时间可以过去 好了,谈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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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 这个叫什么?长和,这个叫什么?业绩会 现在大家知道,超运已经退休了 巨巨加上霍建宁这些出来 李泽巨说香港人也挺辛苦 特区政府千万要保住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通常这些都是说自己的 我有个朋友实际上就是自己 我有个好姊妹实际上是自己 我想她只是说她自己 她自己也挺辛苦 我觉得也是,你看她的样子都知道 大家都明白 很多特区政府的人进去关心他们 有些关爱队 你说她辛苦不辛苦?她也辛苦 其实我觉得超运也是算错的 很多人说别让李嘉诚跑你 超运八成的资产已经离开了 但你个人没有离开 这个真是大问题 你个人没有离开,他可以做很多事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她说这句话就是说自己 她自己也挺辛苦 好了,说完之后 即时长和就大跌 大家看到 大跌 待会让大家看看 我没有特别去找香港的股票 就是新闻里面有提及的那几只股票 我只能找出五年的股票 拿回五年的股票 其实是惨不忍道 真的全部惨不忍道 我在网上 这句大家都知道 我看了出处 阿巨巨就说 23条立了 希望你可以尽量保住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其实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已经收工了 我们说过很多次 与其你原木求鱼,不如退而结枉 对不对 原木求鱼是当时孟子在战国时代说的一句话 基本上跟芒格说的一句差不多 就是说你爬上坡树上去捉鱼 捉不到的 芒格说一句 你要在有鱼的地方去钓鱼才行 对不对 所以我就说 既然你原木求鱼 不如退而结枉 不如你去结枉 然后走去有鱼的地方 不如更好 对不对 这些是没有意义的 其实他说这些 但可能只是一些心中的话 怎样都好 现在 长实在香港还有一些钱 还有一些钱 即使他们还有成几两成的钱 都不少钱 对不对 都可能有四五百亿的港币在香港 这个钱也是很大 对不对 你看到他怎么说呢 都没有什么神器 差不多借了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 我们看看他除了这些东西之外 还有什么要说 他在业绩会中 他有说 我们长实 都买了八个项目 有投资的 大家都明白 那些投资是很小的 那些数据很少 他当然现在就要赚楼市 楼市直博率是多高 切辣也比不切辣 你说坏消息是否已经进出 他说了一个 坏消息很似进出 很似 另外他赚楼市是否他自己 也挺好的 你住南区 你乘搭升降机都可以去到金钟 有些Sky Bridge 就是他王竹坑的项目 就是说你挺好的 你乘搭升降机 是这个王竹坑 去到金钟 哈哈哈哈 对不对 那当然要卖一下 但是刚刚收到一个 对长和不太好的消息 那就是这个英国政府 就说如果你三 想拼购这个福特逢 我给你五个工作天使 你要分析一个解决 是可以令到 regulators 的 concern 可以没有了 现在的 concern 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你是否代表 就是你会不会代表 这个特区政府 或者是中央 现在的 concern 在这里 哇 大哥 你两个 merge 在一起 那我英国的资料 就全部送中 对不对 你Voktafon和三 是英国很大的 对不对 所有没有私隐 对不对 你按键的话可以断网 对不对 就像雷蒙多说的 你按键 就是三百万架中国的电动车 可以塞在整个美国的路面 对不对 那你更麻烦 大哥 你做网络的 你做电讯的 你做电话的 那你按键 不然就立即糟糕了 那你告诉我 你怎样才令我放心 那其实也是这招 你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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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TikTok那样 你卖了一间公司 给英国一间电讯商 它持有超过50%的股权 那我就相信你了 那就是不行了 简单说句 是吧 那你说有没有一些 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人 在这个场合里面呢 我回答你 一定有 百分之百有 你不要忘记 你是一个商人 你不是军人 你是军人 你有把枪 他未必敢入 或者你是英国的 或者你是美国的 他未必敢入 因为你入我这么早 因为我不是老闆 但是现在你的老闆被我捉住 就是这么简单 是吧 所以就是跑汤 就是应该不用了 不会给你 甚至一件事 可能会监管你三人都不出奇 我不知道你做什么 对不对 你三人都多人用的 在英国 对不对 很多长和 李嘉诚 是吧 当然用了 信得过 但现在你已经未必了 就是香港整个形势已经转了 我想超人都是聪明一世的 就是觉得我搬了钱走就可以了 李嘉诚今天仍然认为 钱是比命重要的 这是一个很错误的观点 就是钱不会比命重要的 你没有了命的话 你拿钱来做什么 对不对 没意思的 你的人都没有走到 你看到潘石压是最聪明的 我经常都说一件事 虽然假若亭是混蛋 但是他是最聪明的 真的 拿少一点不要紧 最重要是人能走到 钱能走到 对不对 证明他是没错 你不要管我和老婆去美国 我拿着五亿美金而已 安安乐乐 什么都不用烦 对不对 你又不是扔煲不扔盖 对不对 李嘉诚也是 对不对 不舍得香港的业务 他不出奇 对不对 那么多业务 对不对 那个中环中心 长江中心 他又不可以拔起拿走 对不对 那么多业务 不舍得 不舍得便可恨 我们又没什么不舍得 因为没有钱 我们真的是基层 坦白说一句 我们真的是基层 没有钱 没什么不舍得 真的 大家记住 你的命是比我的钱更重要 你永远都记住这件事就可以了 你失败了命 那些东西用来做什么 没有意思的 真的没有意思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 我什么时候都是赞这个假若婷 他是扑街 但是他聪明 他是扑街 但是他聪明 我人又要 钱又要 我宁愿赚少些 我想赚最后一个铜板 很多不舍得 姓尼那些 是吧 即是LI 是吧 CHEUNG 这些 你现在就麻烦了 是吧 你不舍得便什么都没有 其实走不了 现在 你有没有听到巨巨去哪里 街街去哪里 有没有听到过 是吧 那些富豪的 有没有听到去哪里 全都在香港 是吧 那你就看到了 是吧 没有可能的嘛 这些富豪一定出去度假 没有 就是你看到新世界的 都是回去国内 最多是这样 有没有说去英国 去美国 没有 全部都是在台湾区 或者国内 那你就知道什么事 是吧 看了新闻 有几只他提及到 即是星期五 星期五是跌过 港股跌过五百多点 收市跌三百六十多点 他说哪一只呢 我就看哪一只 我一向都没有跟着 大家可以看到 这几只他提及的股票 其中一只 是长实 三条一 一个三 大家可以看到 过去五年 大跌百分之52.94 有股息六厘九 那又怎样呢 好了 东方海外 东方海外 现在已经不是老董了 已经是卖了盘 你看看他中间 是升过最高多少呢 升过接近290元 现在多少呢 只有99.99 即是300元 就不见了200元 这个已经是好的了 他更厉害 他有25厘息那么高 你看看他的PE低 1.5倍的PE 另外就提到 刚刚出了业绩的美团 我不要理他 经调整后 升多少 whatever 你看看美团中间最厉害 升了四百多元 现在只有88.8 那就是这样 对吧 所以你怎样买 你的股票 不能卖 但你亏损 对不对 你想想 你二百多元 三百元 买美团的 现在还没有这样 差不多没有七成 那你怎么买呢 我随便 这些 不是我特意找的 他说哪一只 我就看哪一只 另外 这个二十三条的三毒通过之后 华尔家日报就说 外资的高管 他是理解不到你中港有什么不同 因为为什么 真是没有什么不同 差不多一样 另外呢 也都害怕你那个企业风险 还有简单说 就是说 有一些外国机构 说明 就不会接政府工程 这个是合理的 你问我 为什么呢 喂 你有一个 现在二十三条 即是里面有一个条文 那条文怎么说呢 就是说 如果 你泄露国家机密的话 就犯了二十三条 好了 但是 他那些国家机密 跟别人不同 譬如你在欧美 两个问题 第一 这个文件 就写着classified 那就是鸡腿那么大 印在前面 那如果我看到这个 我也不会打开 那一定不会犯 这个二十三条 或者国安法 好了 另外一样东西 如果真的是国家机密的话 他有权限的 就是说 你没有权限 你即使在政府里面 做事的人 你都看不到 这个制度就好了 对 那还有一样东西 如果泄露了国家机密 泄露的人 是要坐牢的 如果找到你 但是二十三条很怪的 泄露的人 未必有事 看的人有事 这么古怪的 那你想想一样东西 哪个敢碰呢 我不知道 譬如我们前两天去报导的 这个洗衣街 就可能整个水道 就是那个花区 喂 原来是国家机密 可以抓 对吗 那我不知道 新闻报导的 可能捉了记者 才捉我 也不奇怪 对吗 一般来说 哪里会有人 可以知道国家机密 你有权限 对吗 对吗 现在政府 做一些法例 律师 又有权限 这个权限 哪里用权限 人家有权限 你根本不能接触文件 一般人 譬如塑地亚沈 你看到那份文件 上面 有个卡食法 喂 你立刻不要斗 对吗 你明白我说什么 你立刻不要斗 没有人叫你碰 你看到一些软件 其他东西 现在很多 我在网上看 所有东西你都不要看 怕泄露国家机密 对吗 你这样的话 人家怎样做 因为他没有权限 对吗 他没有 你说律师有 神职人员也有 政府工作者也有 他不是 他怎样接你的职业 对吗 所以大家会看到那些新闻 是没有东西 我不知道哪些是 对吗 为什么你不可以学别人外国 那就很清楚 又或者你特意不学外国 我就不知道 但是人家已经说明了 就是不会接政府工作 我不知道你哪些是国家机密 对吗 大家要小心 现在刚刚在21日 做了一个反过马 捉行人乱过马路的行动 有92人乱过马路 这条路我个个不知多少次了 恐怕个个人一万次 在太子走下去而已 库房一天 就进涨了18.4万 他在21日 就有一个叫做 万人的行动 说得这么厉害 原来就是捉过马路 说得这么厉害 在哪里呢 就是深水埗 九龙城 油尖旺 那就是交通黑点 採取行动 即是他所谓 你不跟交通规则过马路 就不是你想想这么简单 第一件事 不跟交通指示灯 第二 你距离行人路 15米范围之内 横过马路 都是违法 都是犯法的 还有 没有让巴马线上的行人先走 这个司机又犯法 你开车的时候 不用说的 你拿着手提电话 你也犯法 非法进入黄色方格 你不要以为 黄色是可以 是不可以 不小心驾驶 他不止是行人 司机都拉起来 一天 很快就 票控了92个人 现在的维利过马路 票控罚款2000元 大家要小心 无谓益 我一般都不会 我宁愿过天桥 我都不会冲红灯 没有这样的必要 我有2000元 我都吃了 比予他好 这个我们报道过了 东九文化中心 原来原先不是这样 原来原先 真的种了杜鹃花 原来是这样的 也挺出人意表 他说原先 东九文化中心 上去的那堂楼梯 即正门的 是打算种一些 真的杜鹃花 可以的 因为很多屋苑都有 好了 但问题 为何会种不到 要变成LED灯的花海 很简单 他说因为 預算不够 蛤? 这里不是很多钱 预算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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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他说 本来3月26日 有个亮灯仪式 现在就要伸展了 即是太肉酸 即是灵塘那些不行 你想想 现在政府是什么环境 喂 你做过 即是你种 大家都明白 你种那些杜鹃花 有多少钱 问花龙买 只要买 预算不够 大家都明白 因为花会很难 你那些花残了 你要换 花残了 你要换 换一盘 一年费用 其实能高多少 但LED灯 就不用搞了 就变成了 好像灵塘那样的东西 那你很害怕 大家看到地方不是很大的 地方不是很大的 你一年種花也不夠預算嗎? 那怎麼辦? 這個重奇 這個將軍澳的行人徑 本來是做了一個夜光 大家當然是開心 多漂亮 夜光是對的 喂? 很多行人 為何看到走過兜路走呢? 已經滲水了 哇!大哥你剛剛用不嚴重? 還有我在網上看 那個啟鑽丸 剛剛入火 原來三成的戶外喉館都漏水 這麼誇張 誰做呢?大哥 我現在害怕啟得啟育體育館 一下雨的話我真的很害怕 我怕它真的變瀑布 不是開玩笑 你看看現在做這個事情 喂!這個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技術難度而已 你看看 滴漏水漏水漏得多嚴重? 是不是? 我這樣不敢說 香港二月份的基本通脹是1.2% 估計到第四季會超過百分之二 正常的 因為你加價 我又不覺得香港的通脹1.2% 大家看到很多東西都在加緊 很多東西都在加緊 我真的不敢說我六十歲 會有幾年之後有個兩元成績優惠 我猜是沒有的 應該 即是那些我們星期日才說 但我猜是沒有的 應該 有都打折頭 你說Q4通脹超過二一定會 為什麼? 4月開始就走數 接著8月就做這個垃圾徵費 肯定是超過百分之二的 我們看看恆基 大家看到恆基一樣 它的跌幅是最小的 因為它有1%增長 但是大家看到過去五年 恆基的股價大跌百分之四十八 它這幾年已經沒有送紅股 應該沒有送紅股大約是三年多的 所以就不關事 即是不會再分拆 沒有再速度 大家看到 你根本沒有購買的 你看看譬如美國 台灣等 別人的地產股會不會跌到這樣 股息本來只有兩三厘 變成了七厘 因為股價不斷跌 大家看到 基礎日利是百分之一 末期息是過三 股息率是7.8 但是這個最害怕就是那個 Handerson 出租率只有五成 這麼漂亮的位置的出租率也只有五成 你說很嚴重 另外這個香港寬頻 想著這個私有化 大家又可以看到香港寬頻的股價 你說這些是沒有意思的 你怎麼會有一個地方那些股價跌到這樣 對不對 你哪有一個地方是減的 你看看香港寬頻 你自己看吧 你香港有幾個造寬頻 只有幾個造寬頻 那幾個造寬頻 基本上 你六隻手指都沒有了 基本上 你看看股價跌到這樣 有沒有搞錯 你跌了七成半 對不對 那怎麼賣 即是怎樣在香港造金融 你告訴我 怎樣買股票 怎樣投資 投資什麼 你告訴我 對不對 他當然想著私有化 因為現在股價便宜 我想很多小股東都走了 你怎麼持股票 你怎麼持股票 你持股票也沒有 剛剛 你說你買 你想想一件事 你本來 可能你是一千股 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千股 我猜過的人 一萬五元 一萬五元 一千元 喂 你現在只剩下三千元 那怎麼打 不能打 剛剛 即是真的打劫 也沒有被人手掛得那麼清 真的不是開玩笑 跟打劫沒有分別 對 你怎麼搞 你十五元的就剩下三千元 跌了八成 香港 這裡 國際金融中心 你這些全部都是大價股 跌到這樣的一種 中國有一個發展論壇 這個節目播出時是23日 星期日開幕 習主席說 說完之後 會見完美國的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主席 即是Crack Allen之後 會見一部份的美國商界領袖 85個 即是出席的有 包括Tim Cook 貝萊德 Badrock 匯豐 奇耀蓮 美光 美光剛剛才被人玩完 上年 看到嗎 跟著美超微的蘇之鋒 愛克森石油的CEO Devon Woods 很明顯說 這樣 你美國現在針對我 我就跳過你美國政府 然後直接跟你商家說 你來投資 那你說呢 喂 大家記得 美光才被你玩完一輪 對不對 那你現在還有一個反間諜法 怎樣投資 即是你說來不來 會來 會來 有很多網民都說 剛剛在上海有第二間蘋果店開幕 Tim Cook說 我們支持中國 有網民已經說 其實你是撤退 大家都知道 郭台銘的 不是郭台銘 紅海說 即不是富士康撤退 是蘋果叫他撤退 又不是蘋果叫他撤退 是政府叫你撤退 對不對 就是這樣 所以這些沒什麼意思 對不對 譬如說 五月份 你去歐洲 你跟我繼續做電動車 我收了錢之後 把錢購買普京的天然氣 普京拿錢可以打勾烏克蘭 打完之後侵佔你的國家 那你以為別人是傻的嗎 他不是傻的 對不對 即是你現在跟美國做生意 我跟你的公司做生意 賺了錢之後 就對付你美國 跟你美國勢不兩立 那個國家的人不是傻的 對不對 對不對 這架 大家看到這個理想這架 是不是真的好像網民說 像一架棺材 我又不覺得它像棺材 但是像一個盒 說到這個理想多厲害 原來 上個月 只是賣到什麼 即是賣到 半個月只賣到四千部 還是在中國 怎麼賣呢 大哥 對不對 你現在整個都不景氣 我管你什麼電動車都好 你沒有補貼的更加賣不到 是不是 你沒有補貼的更加賣不到 那麼 他的車的車型又怪一點點 是不是 黑色更差 那麼 那麼 關於這個恆大假數問題 那麼可能 就是聽到我們的節目了 那麼 中國呢 就調查這個普華永道 就是幫這個恆大 做這個會計的 坦白說 他不只是做會計 核數的 另外還要調查香港的證監會 五千六百億假數 虛擬收入 你證監會給他過嗎 你想想一件事 如果當時有問題的時候 即是大家都知道後面是怎麼玩的 你當時有問題的 你當時是警告投資者的話 沒有死得那麼慘 大哥 你現在恆大得多少錢 只有一個豪幾指 只有一個豪六指 二十多元跌到豪六指 真的渣都沒有 被人打劫沒那麼生氣 打劫都沒有手掛得那麼乾淨 對 你看看香港證監會 一句聲音都沒有說過 你叫他出來說 你不看嗎 嘩 做數五千六百億 是天文數字 你不看嗎 麻煩你給我一個ban statement 我可不可以打銀行檢查嗎 對 應該可以的 你看到證監會 現在現在是一句聲音都不敢出 對 你起碼中國都敢調查普華永道 你的數字是怎麼來的 你沒有看嗎 你的會計有沒有檢查過 這樣 無論如何都好 這個做法是對的 但問題是 你要賠錢給投資者才行 你做假數的話 你就應該要賠錢給投資者 他又不是 罰了款之後 國家拿了 投資者 坦白說 你是投資者 你查不查到有什麼關係 他虧了錢也賠不到 對嗎 如果他知道你是做假數的 他當時已經賣了股票 他損失少很多 債券也是 對嗎 另外 中國前兩個月的新建住宅平均價格 又跌了22.6% 即是23% 簡單說句 即是跌了整個首期 跌了整個首期 美國上星期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是21萬 跌了少許 差不多 我都說過 19萬元 19萬至22萬都是正常的 Wangard 其實現在很多估計 他今年 美國可能不減息 如果他不減息 美股就被高估 這個大家要小心 但歐洲央行 今年裡面 就估計 會減4至6次息 其實相當古怪 即是大家南沿北撤 有些人說 他不會減息 只是說 有些人說 他今年減4至6次息 怎麼都減1.5% 這個我們就不估計 你看到6月份 應該很清楚 減還是不減 如果6月份 應該很清楚 今年的蘋果 就多災多難了 首先 沒有AI 拍了Google 接著 中國銷售下滑 現在仍然是下滑 好了 其實今年蘋果的股價 最高跌過199 接著 好像最低跌過160多 本來上升179 誰知道 突然間被司法部 就說 你那個 IOS 以及生態系統 即Ecosystem 是封閉式的 你封閉式的話 無論你硬體和軟體都好 你就有一個壟斷 你壟斷就不行 所以 就要起訴它 之餘之類的事情 蘋果的股價即時下跌到171元 昨天下跌了7元多 這件事已經很久了 從第一天開始 蘋果的IOS都是封閉式的 從第一天開始 蘋果無論是iPhone也好 iPad也好 現在的蘋果錶 我不知道 你的系統也是封閉的 即是說 你如果要放一個APP 你就要給它 它批 它不給你就不給你 是這樣的 其實你問我 Youtube也是 Youtube也是 它要封你便封你 它不需要跟你解釋 它要黃錶你就黃錶你 它又不需要跟你解釋 它說你侵權便侵權 它可以整條頻剷掉你也可以 為什麼你不告Google 我真的不知道 暫時這段時間 Google的股價也是 比較弱的 有傳巴菲特會出貨 但我覺得這個機會不大 巴菲特只不過出了1% 如果巴菲特出貨 是很大的問題 但大家不要忘記 巴菲特的手貨很厲害 如果他出貨 如果他出貨的話 有沒有那麼多人接呢 這個大家要考慮 我想短期內也不會 巴菲特也未必會出貨 但如果巴菲特失敗 我就不敢說 這個大家都要小心 Intel 就很棒 之前說過 有個申請 即是你做這個晶片 剛剛拿了200億美金的申請 可以的 之前已經說過 Nike 的業績 一般 收入就好過 但 Guidedance 又不好 一般 Nike 都是比較弱的 股價盤後 跌了5% 聯邦快遞就好 上季的Adjusted Profit 即Nike Income 增加了12% 那個 Guidedance 都不錯 撥多50億美金 用來回購 厲害 他今天開 應該股價會彈13% 我見到聯邦快遞 雖然股價上上落落 但都可以的 最近已經大幅反彈了 沒有辦法的 因為 COVID-19 他們的手當其衝 即是他們送貨 整個手當其衝 中間上落 上落 整個鋸齒 現在就好很多了 Lululemon 比較不幸 其實我看過 他的收入和盈利都可以的 又是那樣 全年或者下一季的指引 差一點 盤後跌了11% 我們會繼續持有 Lululemon 分析他的業績 就會在香港的頻道 收費頻道裡分析 現在的NVIDIA 正在做年度盛匯 GTC 2024 大家看到螢光幕 就說 這個 現在最近的 就是這個 H多少 H100 我們也說過 他會有新的 Batwell 處理器 有B100 B200 和Batwell GPU 和GB200 現在最新的B200 晶片 就是3-4萬美金 一個 很厲害 差不多25萬港幣 一個 這個Meta 即Facebook 已經說了 買大量 年底之前 H100已經買35萬個 之後 已經說了 你現在的B200 我會買大量 誰買呢 他找一個主力代工廠 就是廣達 廣達 就是台灣的代工廠 這張單 是超過百億美金 你看到台灣 為何台灣加權指數 又創新高 到兩萬多 原因就是這 很旺 台灣很厲害 做現在這些 不只是日本 台灣也很厲害 美國商務部 上個月 未來建造 單住戶的許可證數目 是升至年半以來的新高 為何呢 因為憧憬減息 憧憬減息 大家可以看看螢光幕 太長了 我就不讀了 總之簡單說一句 他就說 他無論是做大宗的單戶 或者是做一些一般的單戶 無論這兩樣都好 因為你現在減息的話 他要簽那個Permit 即是讓你建屋 是升到一年半以來的新高 我們也在看一些Simon Property 或者Home Depot 這一堆 即是怎樣說 和建築有關 在減息周期來說 他們是受惠的 我們也會在收費節目裡 和大家介紹 比爾基斯 比爾基斯 他創立了一間叫Terra Power 的公司 做甚麼呢 就是做核電廠 怎樣做核電廠 原因是因為俄羅斯和中國 都開始做核電 如果他不投資 美國就會落後於中國 或者俄羅斯 他會在六月份 在美國 開始興建第一座 新世代的核能電廠 不是核武器 是核能電廠 但你說有沒有 和核武有關 可能有也不奇怪 已經申請之如此類的 沙地阿拉伯會投資400億美金 去AI 還想著自己做這個公司 這個基金會下半年啟動 令到沙國 即是沙地阿拉伯國家 進身全球最大的AI金主 這麼厲害 他有個基金叫沙國 即是沙地阿拉伯國家 公共投資基金 已經和植谷這邊談 簡單說句 沙地阿拉伯 會投資400億基金 這個基金會投資到美國 做AI 你想想一件事 香港也沒有 如果他投資400億美金 來香港 那就不行了 有那個 這個什麼 杜拜 這個王子 就5億美金 做家族辦公室 已經要賣頭條 BioNTech 大家應該不會陌生 即是大家打了下去 這個福必泰疫苗 BioNTech 就是想出來的 這個疫苗 但是他當時沒有能力做 所以必定要拍輝瑞去做 其實他過了新冠之後 他的盈利是大跌77% 因為沒有了疫苗 他現在把重心轉去做 開發這些癌症的藥物 怎樣說呢 他的淨利潤大跌90% 只剩下9.3% 沒有辦法 這些 即是你買這一類 藥物 或者是疫苗的公司 就會是這樣的 那種藥物 一厲害的時候 可以飛天 這個股價 但是他一沒有了 沒有東西接上去 那股價就會跌到 媽媽都不能 台積電 今年的股價一直走高 大家都知道 我們都真的忍到現在 你中間趁他上去買 你買不到 你不會這樣買 這個瑞銀 將台積電的股價 由750元新台幣 升到875元 即是升大約是120元 即是升兩成 很厲害 如果台積電的股價升兩成 是很厲害的 因為台積電是很大的 台積電今年都加工 即是加工 今年大約會上調 4%的人工 Tesla也沒辦法 Tesla中國國產的Model Y 就會加價 加5000元人民幣 即是大約是694元美金 因為頂不住 因為頂不住 大家都明白 其實 你一樣東西都貴 中國的人工 根本就是很貴 其實 即是我不知道 當時的Elon Musk 為何會在中國開廠 可能貪責那個 即是可能那個貪責就是 你一定要在中國開廠 我才可以讓你進入我市場 但是現在Tesla就好 你競爭又這麼大 這裏又不讓你去 這裏又不讓你去 喂 你中國的人工越來越高 那怎麼做 不能做 大佬 你在上海這麼貴人工的地方 對吧 這架車現在人民幣 就賣 有8000元 官方現車保險補貼 即是說我現在政府 就補貼你8000元 即是用來買保險 最高就是補貼人民幣 一萬元 另外 車漆減免政策 都在3月31日到期 即是說 你如果到期了些東西的話 今次Model Y的調整實際帳幅 是兩萬三千元人民幣 並不是所說的五千元 你將這些東西加起來 是兩萬三千元 你想想現在中國能否賣到 即是現在這樣的經濟環境 台積電和最少 大家都明白 台積電在紅本廠已經在營運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台積電現在在美國的廠是很麻煩的 大家都明白 你美國那些 即是我在關鍵時刻看過一個影片 有兩個工人在路邊工作 有三個人記錄著這兩個人做甚麼 另外還有兩個高級的人 看著所有的人工作 即是說七個人在工作 實際上兩個看著五個 三個看著兩個 真正工作的只有兩個人 那怎麼辦 對嗎 現在在台積電或其他人 之前川普說 我要怎樣在美國設廠 全部都做不到 為甚麼 因為美國的制度是很惡搞的 又安全又懶人工又高 那怎樣做 對嗎 所以你看到為何紅本廠這麼快開到 日本不同 它有discipline 不要說那麼多 照做 但是在美國就不是 又加人工又霸工 九萬幾樣東西 又安全 九萬幾樣東西做不到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美國做這件事做那件事 但實際上你營運起來的時候 其實很難有利用 因為美國人工太高 我不管哪裏 Arizona怎樣都好 全部都是一樣 你看到紅本廠已經在做 你看看現在 今年 今年台積電在Arizona的廠 都未必可以走到 另外YouTube有一個新規則 大家記住 如果你在YouTube裏 一些創作性的產品 你是用AI的話 你一定要標明 你這個是用AI的 否則可能有版權問題 但如果美顏類鏡 不用 即是我出鏡的時候 用了美顏的 你不用說 但是如果你這個影片 或者圖片 是用AI生成的 麻煩你註明是AI生成 否則可能會被人Camp版權 大家要小心 好了 亦都防止有些虛假訊息被誤導 昨日美國有兩隻股票上市 第一隻是Astralabs 即是它叫做小輝達 它做甚麼呢 很簡單 估計根據它的Description 就是跟這個Applied Materials差不多 即是說 如果你做一個半導體 這個半導體 簡單說 譬如IC等 你用來連接這個雲端的AI晶片 它就會做一些儀器 幫你做測試 它成立得很短 2017年 就是Texas Instruments的前主管所創立 很厲害 它一上市在NASDAB 大升百分之七十二 昨日再升百分之十八 非常之厲害 但我還未分析它 因為我分析了Reddit 我們在英文台說了 上市當日 Reddit 並不是NASDAB 它是在哪裏呢 它是在柳交所上市 首日上市 大升百分之四十 是四十八點多 四十八點多 我們在英文台分析了 在這個收費節目也分析過 大家可以去那個節目聽 Yen繼續升 日銀報道 可能七月或者十月份 日本就會假釋 現在日本的核心通脹 已經升了百分之三點多 但很奇怪 日元先生 神元英知 他估計日本央行今年不假釋 但是日銀報道 可能七月或者十月份再假釋 我想要看情況 現在日本最大的問題是 如果我加釋 又怕那個 怎樣說呢 如果我不加釋 如果我加釋 如果我加釋 又可能會令出口 有問題 因為你加釋 日元就會漲 那麼它要拿兩個平衡 我估計它會逐些逐些 逐些逐些 這樣做 泰國總理說 台達電 這不是台積電 是台達電 但也是台灣 未來四年會在泰國投資 5億美金 5億美金 已經在泰國是很多的 5億美金投資在泰國是很多的 所以大家不要只看著日股 或者美股 其實這個台股一樣是很厲害的 很多錢是流入台灣的 相當奇怪地 瑞士央行剛剛宣佈 減息一來 一馬一來 非常奇怪 但是英國和羅威暫時按兵不動 但是大家也不需要太奇怪 即是說它根本受不了 它一定要減息 如果它不減息的話 很多企業可能會爆煲 因為利息太高 不奇怪 現在瑞士央行 基準利率就是 它調升的基準利率是1% 去到1.5% 即是說現在它是1.5% 你之前是2.5% 你想想一件事 2.5%它也受不了 但是我不知道資金會不會流走 資金可能會流走 它最後可能要加回 也不奇怪 英倫銀行當然是維持不變 估計第二季的通脹回落到2% 英鎊對美元跌回9.95% 英倫銀行現在維持利率是5.41% 英倫銀行的貨幣政策委員會 以8票對1票維持利率不變 其中有一名官員想減息4.1% 但是也沒有做到 通常英國也未必會這樣做 直至大為減息為止 這個不能怪別人的航空公司 本來打算跟波音訂這個飛機 它有兩個客人都改訂空中巴士 訂了65部 我也不知道為何波音差得那麼厲害 它為了要省錢 我有聽過一個節目 即是說本來做一架飛機 成本是250億 要用的錢 它壓縮到25億 那你想想多嚴重 那些門又可以掉 那些軟件又不行 那些維修又不行 之類的東西 幸好我們沒有買它的股票 即是你買了真的嚴重 我有聽過節目說 前一陣子 好像他那個相當高級 那他一定不上飛機 為什麼呢 因為那架飛機是波音 即是那架飛機是波音 他一定不上飛機 他要等下一班是空中巴士的飛機 才敢搭 連他自己也不敢回答 大哥 你說大不大鑊 真的很大鑊 即是波音為何會弄成這樣 即是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是否疫情的問題 但之前大家都明白 我們19年也報導過 那兩起空爛 未有疫情 波音究竟在裡面發生什麼事 你想想一件事 他自己也不敢回答 是也不上飛機 上了飛機也下來 我要等下一架 下一架是空中巴士 你想想怕不怕 最尾 為什麼我們不投資印度 原因就是這裏 印度剛剛宣佈 有一個叫做 事實查核小組的政府 這個小組用來做什麼呢 很簡單 如果你 我不管你Facebook也好 怎樣也好 他覺得你或者調查了之後 你這個報道是虛假的 他就會標記你這個 作為一個虛假的報道 未完 然後他就會要求 這個是法例 他就要求網絡供應商 他就要求網絡供應商 麻煩你這個頻道 你給我禁止它 你給我禁止它 好 那你說 我怎樣才可以恢復這個頻道 可以 你要將 他說你虛假的 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即是說 我是用行政命令 我是用政府的 即是我立法 不能動 我說你這宗虛假就虛假 我未必會拘捕你 他有個好處 他沒有拘捕你 但是一件事 不好意思 我會跟網絡供應商 譬如說Facebook 或者YouTube 這是法例來的 我不會拘捕你 我不會拘捕你 即是跟香港不拘捕你 但是 你這個頻道 要被禁止了 除非怎樣呢 除非你將 我說你虛假的下架 否則 你永遠沒有辦法恢復 那你說好不好些 好些 但是都不是民主 都不是民主的 我說你是假 你就假 所以我未必會投資到印度 因為你不是民主國家 我怎知道你將來做什麼 對嗎 對嗎 這些是不民主的 其實 你起碼一件事 怎樣 你都要給別人 有個變解的機會 沒有 我說你就是 但是好些 即是他沒有拘捕你 拘捕你 就更嚴重了 但是這個是法例 已經通過了 大家可以定住 來看 你說抗議 有些抗議 那些媒體不可以這樣做 沒什麼用的 但是他的民主也是有限度 其實 只有限度 其實 我覺得 始終去不到我心目中的要求 其實 所以我們暫時都未必會投資 是印度的 即是股市等 你說即使有的 比例都會很低 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裏 鑽石狗組合 213% Youtube 投資筆記 3月份的收費版 我們還有三集 才完結 3月份 大家都還可以訂閱 投資美股提早退休 大家如果想準備 怎樣用美股去幫自己 可以做一個退休組合 兩個可能性 一個可能性 就是預備你將來退休 或者你已經退休 有一塊退休金 怎樣製造利息 或者製造被動收入 等到自己不用被通脹蠶食 大家就可以加入這個 投資美股提早退休 亦希望大家可以免費訂閱我們的 Youtube 英文財經頻道 US.Market Weekly 連結在下面 我們的網誌 我們兩類節目的收費 我就不重複了 大家看看螢光幕 有我們的銀行帳戶 轉數快電郵和PayPal帳戶 大家有任何問題可以在Youtube 下面留言 大家電郵給我 香港financial.gmail.com 今天是星期六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們今個星期的所有免費節目都完成了 多謝大家收看 祝大家周末愉快 下星期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